好 直播觀眾 持續的點關心 新北市三重的房屋傾斜意外 從昨天意外發生的時候 相關都會就緊急的來進行搶修 而昨天一路進行灌水作業到凌晨三點 才終於將地下水的水位給補足 目前是暫時沒有再繼續傾斜的一個現象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其實周邊的通聯道路 都已經被警方給封鎖 所以目前這個地方是完全封閉的 而居民非常關心的是 到底他們何時能夠返家取物呢 因為其實在昨天有四十二戶 七十三名住戶遭到這個臨時的撤離 所以他們非常關心 因為他們當時其實是比較急迫的 那他們到底何時能夠來返家取物呢 現在聽一下新北市副市長 劉和然的最新說明 我們的住戶一直很希望 有機會進到他的房子裡面 去看看拿點東西 那我們待會九點半以後 會分批讓我們住戶進場 那這個進場的過程中 我們會有專業的人員陪同 我想這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 就是後續的相關的處理 不管短期的安置 後續的球場 跟最後如何讓這一棟的住戶 或是隔壁兩棟的住戶 能安心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後續要做 這個中長期的一些規劃 所以短期內 今天先把這個整個安全控制好 目前來講整個區域的一個水壓已經平穩 但是後續因為連續壁的破洞 所以這個洞還是必須要把它補起來 所以後續土木記公會 有沒有跟這個專業的施工廠商去做 這個整個破洞一個破損 修補的一個工法的一個討論 好我們可以聽到呢 大約在九點半的時候呢 就會來開房這七十三名住戶 來陸續登記返家取物 但是他們更關心的是 這一起公安事故之後呢 到底這個房子還能不能居住呢 那新北市土木記事公會也表示 稍後呢大概在九點半的時候 他們也會來同步進行 這個房屋的傾斜率的一個測量 來看看到底這個傾斜率 有沒有符合這個法規的標準 來讓這個居民呢能夠安心 以上最新主播